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就是我们的金钻曼绿龙了 金钻曼绿龙的生命力比较顽强 还可以进化空气 但是它的汁液是有毒的 一般家里有小朋友的我们不建议养护 可以在半阴条件下养护 浇水要做到干透 浇透 注意喷雾 增加空气湿度 第四种就是红韵当头了 红韵当头其实是一种普通的草本植物 属于凤梨刻 它中间开花的花色鲜红 和绿色的枝叶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而且有着吉祥的寓意 所以非常适合玄关养护 最后推荐的就是金钻树了 金钻树它是一种乐带的植物 因为外形很像挂在树上的金壁而秘密 寓意着招财金宝 龙华富贵 所以非常的受欢迎 那今天的关于适合玄关养护的植物介绍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可以关注我